今天早間 美國司法部長塞森斯宣布 已就加州實行庇護非法移民的法規 提起了三項法律訴訟 通道加州政府 州長以及州總檢察長 涉嫌違反美國憲法 及阻礙聯邦政府執行移民法 週三早間 塞森斯應要出席 加州執法人員協會會議並發表演講 他宣布 已經就加州近期通過的庇護州等三項法案 向設在沙家緬度的東區聯邦法院提出訴訟 今年年初以來 移民及海關執法人員 先後在加州南北地區展開行動 逮捕了數百名非法移民 多為擁有案底的罪犯 而在2月下旬的一次突襲之前 湾區奧克蘭市長利比·沙夫 提前向公眾泄露了這一行動 沙夫辨稱是為了執行庇護政策 保護社區安全 移民及海關執法當局則指出 沙夫此舉直接導致800多名非法移民罪犯無法被逮捕 加州三項涉嫌庇護非法移民的法案 還包括禁止雇主向聯邦當局透露非法移民雇員信息 以及限制監獄把非法移民囚犯移交給聯邦政府的權利 所以加州對我來說是用每個力量 每個力量它沒有 去擁有國法移民 所以你能確定我會使用每個力量 我會使用每個力量去避免 外界普遍認為 此次司法部起訴加州的庇護政策 是在移民政策大討論背景之下 川普政府所採取的最有力的反擊行動之一 同時也表明提高邊境安全和保護國民的決心 這是新唐記者林孝然在軍山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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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